不放译是什么 是它对字放译的 可是因为这边的用词 会跟藏文不太一样 我们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来讲 因为我们在中文 我们是讲不放译的时候 是有一个好像是要去 舍掉一个词 我没有或者没有放译 反而藏文的跟泛文的这边不是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它是有什么 它有专注 或者有专注的 有专注才叫 我们中文叫不放译了 反而因为 我把那个藏文的词跟大家讲 我们在这边来讲 我们是说不放译的 它叫把悦 有这个 有什么 有专注叫不放译 和把妹才是说什么 是不专注或不珍惜 像我们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一般俗 口语的时候 我们说你要那种浪费 或者说不爱惜 不珍惜的时候 我们说什么 我们就想说 把妹 把妹拢却 把妹就是说 好像不专注 不珍惜的那样子 不珍惜的 没有珍惜的 和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说把悦 我们在藏文的这边来讲说 不放译的词 就是代表说 它有珍惜 有专注 有保留的 所以刚开始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觉得 因为我那时候是从中文 回想去藏文 我怎么样就联合不起来说 为什么中文叫不放译 藏文叫有的 它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去解释下去 大家如果以后有 大家有听到的话 会有不同词 就是说每个语言 去解释的有可能不太一样 可是有些的 别的法师如果介绍 或者他从别的心所去介绍 有不一样的话 它是有不同的意趣 有不同用词